牡羊座 牡羊座在三天廉假中 如果没有要出门 可以考虑在家锻炼身体健康 或者是在家追剧 这些活动也许可以让你觉得健康又放松哦 金牛座 金牛座在端午三天廉假 若是没有打算出门 你可以考虑上网浏览 看看最近的风向 还有大家的喜好是什么 也许你会觉得收获很多 也会觉得在这假期中感觉充实哦 双子座 双子座在三天廉假中 若是没有出门的计划 可以考虑在家中追追剧 看看现在剧中的流行 还有穿着打扮 也许你会将这些灵感也应用在自己身上 而使自己变得更美更帅哦 巨蟹座 巨蟹座在端午三天廉假中 如果你没有打算要出门游玩 你可以考虑尝试着在网路上搜寻 异国旅行的资讯 也许在解封之后 这些都会成为你重要的讯息参考哦 狮子座 狮子座在三天廉假当中 若是没有出门的打算 也许你可以考虑整顿内心 重整身心灵的状态 其实当内在平稳了 它是会让你的外在也跟着提升 这样也会受到别人很多的称赞哦 巨女座 巨女座在端午三天廉假中 若是不打算出门 也许你可以利用时间来研究 出国 读书 采购 或者是早寻旅办的计划 也许在研究的过程中 你也会生出更多的灵感 所以可以考虑尝试看看哦 天平座 天平座在三天廉假当中 若是没有出门的计划 也许你可以考虑 在家多多锻炼自己的健康 也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 相信做了这些检视之后 对假期结束之后的日子里 会让你感觉到更踏实有底气哦 天蝎座 天蝎座在三天廉假中 如果没有打算出门 这是个可以和伴侣 或者是独自一个人也很好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有伴的人 你们去从事休闲娱乐活动 例如看看电影 听听听音乐会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不用出门这些事也能办到 对吧 射手座 射手座在三天的短午廉假中 若是没有要出门 你可以考虑 好好地打扫自己的家中环境 也许你与家人同住的话 你也可以多花时间与他们相处 另外也可以利用时间多运动或者是补眠 把家庭跟健康的事情打理好 对你之后其实是会越来越好的哦 摩羯座 摩羯座在三天廉假中 如果你没有要出门 你也可以考虑与亲近的朋友及兄弟姐妹 多多联络 利用线上的交流 其实你们也会发现 有很多好玩的事 可以一起讨论跟探索 真是羡慕你哦 水瓶座 水瓶座在三天短午廉假当中 假设没有要出门 你可以考虑花点时间思索探讨 自己对于家人朋友的付出 是太少还是太过 其实花点时间整顿好 这些想法感受 会让之后的你心情越来越轻松 而且笃定哦 双鱼座 双鱼座在三天短午廉假之中 若是没有要出门 你可以考虑在线上 与自己已经有些时间 没有好好联络的兄弟姐妹 跟亲近的朋友 好好的交流一番 也许他们会因为你的主动联络 而感到十分的开心 所以你可以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交流机会哦 最后 若是大家有解析新盘的需求 可以在LINE上面搜寻我的ID 他们是HJJLA 加入好友就可以与我联系咨询的事宜哦 那就祝福大家三天廉假愉快 不出门也非常顺心哦